众所周知福宝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 针对这个观点 我感觉大家可能误会了福珠珠 有没有可能被称为混世大博王的福宝 其实是个贴心懂事的乖乖熊呢 自从长大能走会跑之后 福宝就会频繁地帮两位爷爷修剪花园 反倒是咱爱女士多少有点不体谅孩子了 忙着修剪花园的福宝不仅没得到表扬 还结结实实地挨了妈妈几个大嘴巴 咱福宝作为大孝女肯定也不会记仇 挨完爱女士的揍还能不计前嫌地一起进餐 也就是将妈妈的宝座先霸占了过去 爱女士想着刚刚打过孩子也就不计较了 但吃完嘴里竹子的福宝 转眼就往爱女士手中探去 一把将竹子扯了过来 这是咋的 福宝难道是想让妈妈减减肥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咱福珠珠可能还真是一片好心 但下一个举动又不对劲了 只见福宝将竹子全部拿了过来 好家伙 你一只熊吃得完吗 这晃我帮你撒不下去了 只能说确实该做 不仅如此 第二天将爷爷留了两个胡萝卜 福宝自己的明明已经吃完了 现在又打起了爱女士这份的主意 一把就咬进了嘴里 毫不客气地就吃了起来 见妈妈想抢回来 那是直接一个后番就跑走了 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爱女士可没有那么好的体力 只能在后面慢慢追随 好不容易走到了福宝身旁 混世大魔王又耍起了无赖 各种姿势患者逃避 这一时半会爱女士真没办法 狡猾的福宝还虚晃一招 让爱女士以为萝卜留在了原地 但怎么找也没找到 抬头一看原来还在熊孩子那里 这可把爱女士气得立马又追了过去 可福宝就是不愿意把萝卜还给妈妈 蹬了一脚爱女士 借力打个滚又跑了 这哪里有一点点的女孩呀 无奈的爱女士也经不起如此折腾 最后只能作罢 虽然被这个混世魔王整天气的脑壳疼 但福宝每次依偎在爱女士的怀抱时 爱女士总能非常宠爱地抱着她 这也让人明白妈妈深沉的爱 是不会因为孩子顽皮而改变